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超盤高手 台北股市這一波指數從跌到季線以下 殺到8100點附近 還記得那個時候 我已經跟大家特別叮嚀 那時候指數跌破季線 但是融資連續在這裡減少 融券反而在創新高的時候 我說這個行情 它在這裡洗完盤 繼續右空 這行情這個地方亮縮足底之後 會是年底最重要的一次 逢低布局的機會 這當中好好把握 現在指數當然已經看到 從8100點附近 一路的漲 漲到8400點 漲了300點在這裡做震盪 當然在這裡震盪的時候 很多人又擔心了 這個行情會不會結束 我還是叮嚀你 融券空單現在已經來到64萬張以上 繼續的創新高 那這幾天 因為量稍微在扣底的位置 在高檔 所以量這幾天都只有700億左右的情況之下 大概它不會馬上攻 有可能在這裡做震盪 但是當下個禮拜一 這當中只要成交量不低於680億 注意一件事情 五日均量又會再往上 那五日均量再往上 量的勤勢是在走強 融券餘額也在高檔 那這行情會怎樣 這行情我認為 在這地方上一次指數 從8093漲上來 低點到高點漲了8天 現在預估休息5到8天的時間之後 又要再繼續的往上 那當然這個時候 指數在8400點附近做整理 機會又來了 整理的時候 就是讓你去把握 調整持股來太弱則強 把握強勢股 進場卡位的機會又來了 好 那機會又來的時候 當然這地方中我會叮嚀大家 其實最重要的還不是在指數 最重要的還是要叮嚀你 這個時候的操盤策略 就在這8個字 掌握結構太弱則強 什麼叫結構 你一定要先分清楚 誰是強勢股 誰是弱勢股 太弱則強 不要只是分 不是只是看 你要懂得 弱勢股要捨得賣 轉強的股票懂得買 強勢股要敢爆敢加碼 你才能在行情這裡面 真正賺得到大錢 為什麼要叮嚀大家這個 我們來看一看 這禮拜指數 你看到從8100 這一波漲到8400 漲了300點 所有的股票都在漲嗎 不一定喔 你會看到這一波行情 如果你買錯股票 你可能都沒有賺到錢 對不對 例如說上個禮拜 還記得我跟大家叮嚀宏達店 那時候消息面利多出來 宏達店推出他的雙旗艦 報紙寫說好威風 在台灣的熱銷破了百萬支 然後 宏達店也要推出 所謂的中階的一個手機 Desire 出現機海戰術 要來進攻所謂的中階市場 看起來利多不斷 業績也走出谷底了啊 可是 我們在那一天還記得 上個禮拜 特別叮嚀大家 大戶 注意 已經出現出貨訊號出來了 那為什麼出現出貨訊號 當然這由我技術分析判斷這個原因在裡面 你看到重點來了 這禮拜指數 目前在8400點附近震盪 大盤這一波從8093漲到8437 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8093的時候 宏達店那一天的低點在154塊 好 那上個禮拜 在161塊附近 我說大戶已經在出貨了 要小心了 之前我說過 這是個終極反彈嘛 反彈你一定要知道賣點 賣點在哪裡 大戶出貨的你還不賣嗎 你如果知道要賣 是不是就可以避開這段下跌的風險 這幾天宏達店跌到145塊 重點是你有沒有發現到 8093的時候 他在154塊的低點 現在跌到145塊 這一波漲上來 如果你買宏達店 有賺嗎 沒有賺 還套在裡面 其實不只 不只一檔宏達店 你會看到我之前 一再提醒大家 整個生計高價的 新藥族群的部分 股價已經出現超漲現象 而且很多大戶 都在出貨調節了 那你再來看一下 新藥的一個股票 像基亞 8093的時候 他那一天的低點在206塊 那這一波大盤的8400點漲上來了 可是你看整個基亞 股價跌到多少 跌到178塊半 等於如果你在這當中 8093的時候 你還在買基亞 你套了多少 賠了2、30萬在裡面 賠了2、30塊在裡面 對不對 那很多新藥股都是這樣啊 包括智晴 8093的時候 他的低點在237.5 這兩天低點跌到230.5 他也都在跌破耶 那重點來了 你會問奇怪了 這麼多股票甚至連宏達電 都跌破8093的低點 那為什麼指數這波會大漲300點 好我們再來看 那到底這波這個當中 行情上來漲哪些股票 還記得我在11月14號的時候 那時候外資分析師都告訴大家 大力光的法說雖然好 但是不亮 說沒有什麼特別的啦 可是我在籌碼面特別叮嚀大家 注意到 大戶已經在重新進貨了 為什麼要叮嚀你重新進貨 其實我也跟大家講過 這一波行情我認為上來 大力光 將會是你要去特別注意的重點 那甚至包括在11月22號 11月22號是哪一天 大盤跌到8093那一天 好我說大盤這一波殺到8093 其實就是在押一檔股票 就是台積電對不對 那時候我說台積電被押著 可是已經有很多的股票 看到大戶已經提前在進貨了 哪一些 那時候也跟大家提到 大力光 這就會是未來的強勢指標股 那特別叮嚀你這行情 未來再上就是要看它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大力光的部分 今天這當中消息公佈出來 營收上個月 大幅度成長了9%的幅度 創下歷史新高 而且這個月12月 還會繼續成長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在看好大力光了 那可是真的看好它 你應該事先就要這個當中預告嘛 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看到報紙才來看好 那其實跟一般散戶有什麼不一樣 那你會看到我在之前 11月14號跟大家提示的時候 這996塊 大力光在1020塊 這當中11月20號在1020塊 今天已經來到多少 1130塊了 你有沒有發現到已經足足漲了100多塊 那這個時候我當然希望你不要問我 大力光還可不可以買 如果你要看到利多出來才買 那我會建議你不要玩股票啦 你這樣每次看到利多看到股價大漲的才買 你是玩不贏大戶的 你應該問的是 那怎麼知道大力光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就有大戶在進貨了 你能夠去知道不就能夠去掌握到 預先掌握到這一段嗎 那你應該問的是還有沒有下一檔 能夠看到大戶在進貨的股票 對不對 好那其實不只大力光 再來繼續看 包括在11月22號那一天 大盤跌到8093 我跟大家講 這時候很多股票大戶都提前進貨了 華碩是不是也跟你講過 大戶已經提前進來了 那這個禮拜 你看到指數為什麼能夠漲到 8400點附近 8093漲到300點上來 是不是華碩從 這個地方2444塊 大漲到272塊上來 那不只還有 為什麼我知道華碩會長 因為看到大戶進貨了 還有沒有下一檔 當時我說 你要注意 上櫃的中小型股 那你看到這個禮拜 是不是很多中小型股浮出檯面 那太小的我們就不講 我們就講指標股 你就去看漢維科 為什麼看漢維科 好我們來看看 漢維科其實 如果你懂技術分析的話 不是今天大漲 你才知道他叫做強勢股 在那個地方 你應該就知道他準備要轉強了 為什麼 這是技術指標當中 我操盤 這專用的一個擺戰指標 會發現當時 股價在跌破前波低點的時候 這裡的股價比這裡低對不對 可是指標已經背離上來了 那這就已經知道他準備轉強 甚至有大戶已經準備要進貨了 那今天漢維科股價也漢地拔從大漲上來 已經從869塊 又大漲到971塊 又漲了1塊錢100塊上來 所以這個時候 你要不要去追漢維科 當然利多消息還沒出來 我覺得都還有高點 但是我會提醒你 你不是等到大漲才要知道 這檔股票叫強勢股 你要能夠去預先知道他什麼時候轉強 你要去問的是 怎麼知道漢維科股價在轉強 怎麼知道漢維科有大戶在進貨 以及還有沒有下一檔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總是能夠去告訴你 哪一些股票要跌要避開 大戶在出貨了 哪一些股票我會特別提醒你 這個股價已經轉強了 大戶在進貨了 這其實就是我再三跟大家叮嚀的 其實做股票 我們常常說技術分析會領先消息面 對不對 那什麼叫技術分析 絕對不是說像別的頭顧老師說的 這個指標翻多叫做股價轉強 指標翻空就要指標 這個股價轉弱 不是這個意思 真正的技術分析 最重要的是精髓 你要去看懂大戶的動作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大戶的每一個動作 你要去思考 如果你能夠從技術分析看得懂 你是不是就能夠去掌握到大戶在進貨的時候 那大戶為什麼會進一檔股票 大戶的消息一定比大家早 對不對 大戶看到未來會有利多了 所以這當中提前先買 然後股價慢慢墊高底部上去 拉上去利多出來 你看到利多想去買 大戶已經準備出貨 或是請你幫他抬轎了 那你不想幫大戶來做抬轎 你不想這當中被大戶給出貨 那你要怎麼去做 最重要的就是要看懂大戶的動作 你就能夠去避開大戶已經在出貨的股票 像上個禮拜提醒大家宏達電 對不對 然後買進大戶剛剛開始進貨的股票 像大力光990 1000塊 我都跟你講大戶在進貨了 和維科800塊900塊 也跟我的會員講 這大戶都在進貨了 那能夠去掌握到 不就能夠去知己知彼 百戰不殆嗎 不就能夠去掌握到利潤嗎 所以這個部分 這也是為什麼 我在我的這個當中 部落格裡面 提供給我會員朋友 除了我對整個新聞的一些大盤的看法 還有包括我技術分析的電子書 超盤級技術分析線上的課程 以及每個禮拜兩次實戰的教學 這些都是其他投顧老師沒有提供 那為什麼要提供這些 其實這些你說有沒有用 很多投資朋友打電話來我們公司說 我只要參加高老師的那個技術分析的一個 這個線上課程就好 那可不可以 我說其實我用這些的目的都不是要賺錢 我如果是要賺錢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課程拿出去賣啊 很多人花個十萬塊說也值得啊 為什麼值得 你去想想大力光 如果你能夠在這當中 九百九一千塊 知道大幅在進貨了 今天漲到一千一 利多消息出來了 十張已經一百萬耶 那你花個十萬塊來學 值不值得 當然值得嘛 對不對 那我不是要賺大家的錢 要賺大家的錢我拿出去賣很多人要買 我只是希望說 第一個 那我的會員朋友 能夠去學會這些東西之後 了解我的操作理念 了解我怎樣去選一檔股票 技術分析是怎樣看出來一檔股票 大幅在進貨了 那你能夠了解 當我推薦你一檔股票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能夠買得更有信心 更扎實 更敢用力的買下去 對不對 那我也希望說 你能夠去了解 能夠去學會之後 到最後 你也能夠自己去利用技術分析 判斷出來哪一些股票大幅在進貨 哪一些股票大幅在出貨 要避開到最後你也自己 都能夠成為操盤高手 所以這個部分 這都是我希望 你也能夠去成為操盤高手 能夠去學到的東西 當然 那你要問 那這個當中 除了說我自己學 那老師會不會帶我買 這當中有大幅在進貨的股票 這都是我們最近在接下來 積極在鎖定的重點 包括汽車材料的新黑馬 最近也看到這當中大幅在進貨 股價也開始上來了 包括我們在昨天跟大家預告 接下來下個禮拜 開始要卡位下一個題材 下一個題材卡位的機會 在消費電子大展 1月4號到1月10號 這樣要登場的時候 你不要等到明年1月才進去買 裡面有很多新技術 就已經要開始來做這當中 最近有開始加溫 大幅在進貨的訊號了 這時候你就要去注意囉 那這部分你想要知道 什麼樣的重點 我們當然會跟大家講 待會廣告過後 就跟大家報告更重要的內容 記得馬上回來 我們下期待 我們下期待 水中花熱銷珍藏中 大華胡樂 27850888 成通投顧 集品工作室操盤團隊 由高老師親自帶領 專業用心重存性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採取出線 0227525868 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顧高老師 集品工作室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 0227525868 0227525868 0227525868 現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股市股市 誰可以讓您利空平船時 總是動足機仙 利多出現時 總是勾搭獲利 成通投顧 誰家具有證券及期貨 雙證照的投顧公司 擁有最專業的分析師群 最資深的研究團隊 無論您是想要投資股票或期貨 將不用在股市中分打無鬥 成通投顧 帶領您比別人早一步 換向財富人生 成通投顧值得突付 0227525868 頭痛 請用五分鐘 別說不可能 沒有商量 能夠推動 品味 確 購物 確 優嫌 浪漫 確 健康 確 捷運 確 大空間 確 在海洋都心 別說不可能 26258880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 那今天报纸消息已经大幅度在报导 大力光啦 还有可乘啦 真顶啦 这些所谓的苹果概念股的营收 大幅度创新高 那这时候我都叮咛大家 当报纸利多出来的时候 不要去贸然的追股票 如果你总是看到利多才买 你总是帮别人抬轿 甚至有可能会被大户给出货的 那我们在这里要去买的 是未来会有利多的股票 未来什么东西会有利多呢 刚才已经跟大家提示过 接下来下一个题材 卡位的机会在哪里 在1月7号到1月10号的时候 CES大展 消费电子大展就要登场了 那每年这个CES秀 这当中消费电子大展 几乎就是年度的一个重头戏 会有各家3C大厂 端出他们最新的产品 这些产品的特色在哪里 为什么它能够在当中拿出去参展 它也会引导了 未来这一整年 电子科技业的新趋势 其实也就是未来的选股方向 会在这当中出来 但是你等到那时候才去买吗 也来不及 我们已经在这当中跟大家预告了 接下来这里面我认为说 消费电子大展会有许多的新技术 产品的部分 穿戴装置会成为主要的重点 以及智慧健身的一个产品 那新技术的部分 无线充电这个部分 我认为在接下来要特别注意 最近根据我们的这个当中研究 读到一份最新的一个报告预估 全球在无线通讯市场的产值 将会到2018年的时候达到99.4亿的一个美金 达到这个高峰 那现在是多少 现在在2013年 在这个地方还不到10亿美金 换句话说 未来这当中会有成长9倍的潜力 每年年复合成长率高达42.6% 那整个市场在未来这几年当中 将会开始出现爆发性成长的一个商机 准备来做出现 在无线充电市场的商机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也最近注意到 那你说5年的事情会不会太遥远 重点是最近已经看到有一些股票 开始了 开始大盘在这边 你看到指数是在8400点附近震荡的 你担心的是8476这个高点会不会过 可是已经看到有很多股票 在这里低档已经在出量 大盘在量缩整理的时候 强势股反而已经低档在这出量 强势股反而已经领先突破了8476高点 过了景线 现在在回测景线 未来准备进入到真正一波波段的走势 因为大户已经开始卡位在进货了 像这样的股票 我都会叮嚀大家 这都是接下来要去密切注意 这礼拜指数在整理 我们会员的持股也在做一个调整 有些股票赚得差不多 我觉得说好像已经动不了了 利多也都出来了 我们会先出 再来我们要去卡位 未来会有新的利多的股票 要来去做布局了 为什么要去叮嚀大家这些 这个当中的重点 我会提醒你一点 这时候 当然指数在这个地方 在8400点附近震荡的时候 很多投股老师会告诉你 指数已经在高档 不要去追强势股 要去买低基期的股票 才会安全 我会叮嚀你 这种讲法听起来好像很对 指数在高档 不要追强势股 买低基期的股票 还没涨的股票才安全 但是千万不要受骗 或许他们是不是想要骗你 或许他们是在当中 真的认为这样子 可是到最后的结果 你会发现真的能赚钱吗 到最后的结果 指数涨 低基期的股票不是说不会涨 涨不多 甚至大盘如果万一拉回了 他们股票都很多 在往下不小心在破底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是你要永远记得 真正的好股票 不会在指数大涨之后 还在低档让大家去买 真正的好股票 一定是在当中 未来真的业绩会爆发性成长 那就算大盘跌 大户知道未来业绩会成长 也要加仅买 股价赶快在这个当中买 股价就会垫高底部上去 当行情回稳的时候 你看到强势股早就创新高了 那种股票都在这当中大涨了 还在低档的股票 你反而反向思考 那是不是代表有问题 财务买面有没有问题 基本面 产业面有没有问题 一定是有问题 所以股价才会涨不动 指数都已经涨翻天了 它还不敢涨 那你这时候才去买 你都要很小心 所以我会提醒大家 就像这当中过去 多少投股老师 就是用这种想法 告诉你说指数已经大涨了 不要去买高基 这个高基期的股票 要买低基期的股票 所以都在买一些所谓 低基期的股票 底价都在 股价都在3955低点的股票 你看到的是什么 宏达电 多少人认为这里是底部 又腰斩下来 陈宏 多少投股老师告诉你 600多跌到300多 底部到了 又腰斩下来 弱势股的结果就是这样 那基平工作室在选股 我强调怎么去选 才能够当中 找到真正的强势股 一定是在当中寻找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锁定最有竞争力的公司 检视筹码面 看到大户在进货了 观察技术面 转强讯号出来了 这样的股票 我们就会带会员朋友 在转强讯号出来的时候 来去切入 所以你看到我选的股票 不会像别的投股老师 那什么夸大不实的 十几只涨停版 也不会像很多投股老师跟你讲 我买了就 明天就会涨停给你看 结果都是十几只涨停 才带会员去追 都是涨停了才带会员会去买 然后在电视上 他说他的股票是十几只涨停 在电视上说 他的股票买了就涨停 结果你赚得到钱吗 不会 可是我每一档股票 你会发现 我都会先跟你预告 预告我看到产业面的机会 预告我说 我看到了大户在进货的讯号 就像在9月份 我跟大家讲的是 台积电新制程的商机 台积电那时候在当中 开始十二寸厂一座一座准备开出来 20纳米200纳米的新产能 其实陆陆续续地开出 我说相关的受费者 IC材板 材料 设备 这些第四季的业绩 都会渴望向上来做提升 准备上来了 那当时我也看到 技术面出现转强的 台积电制程收费股 中砂股价 五十几块的价位 带着会员朋友介入 对不对 那你看到了 接下来呢 我们没有什么夸大不实的绩效 但是这是你稳稳地可以掌握到的 从五十几块到八十几块 稳稳地可以去掌握的 这是你可以把握的 当然现在中砂 我还在继续赚 但是你不要来帮我们抬教 你应该问的是 怎么知道中砂在转强 这里为什么我知道它可以买 以及还有没有下一档中砂 当然还有没有下一档中砂 上个礼拜跟大家报告的是旺系 这当中也跟大家谈到过了 对不对 旺系你也看到 现在稳稳地稳稳地这当中 也在创新高了 是不是呢 都上来了嘛 对不对 都上来了嘛 那我们没有什么夸大不实的绩效啊 只有能够带着你领先市场的产业眼光 预告强势股这当中 这个一个机会 帮你来创造稳健的获利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再来看到了包括中国汽车市场 这也是我们在今年持续在锁定的重点 对不对 广华那时候底部转强上来 七十几块的价位啊 现在呢已经到多少了 大亿这当中当时底部转强信号出来 现在广华涨到九十几块 现在大亿这波是不是也持续在创新高 还有没有 当然我们极品工作室的使命 就是在帮助会员朋友 去找到最有爆发力的产业当中 最有竞争力的公司 大户在进货的股票 刚刚开始进货 技术面刚刚转强讯号上来 像最近也在积极锁定 汽车材料的新黑马 最近看到又有股票大户在进货了 技术面这当中也转强讯号出来了 最近你看到的是指数在整理 昨天跌四十二点 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股票 反而都已经在垫高底部上来了 都已经在上来了 这才是我们要去帮助大家的地方 好 所以极品工作室的使命 就是在这里 在帮助每个会员朋友 找出来一档接一档 产业面 技术面都最强的好股票 来战胜大盘 稳健的获利 创造财富 那再来这个行情我会提醒大家 指数目前在八千四百点附近震荡 这就是一个机会了 这就是你要赶快把握调整持股 如果你手上有弱势股 或是你不知道什么股票 叫转弱了 你都可以来找我们 我会帮你来做一个亲自的调整 调整好 这当中弱势股该卖的 强势股也趁着现在行情在整理的时候 我们也正准备布局 未来的新黑马 包括了一月份 消费电子大展就要登场 里面都有重要的潜力股 最近大户已经开始进货 随时都有可能要发动上去 我们正准备积极地来做卡位布局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想把握的话 12月份今年有人说 今年的12月有五个星期一 五个星期二 五个星期天 所以风水学叫做钱贷 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 姑且听之啦 但是这个月真的做对投资 就会好像try个钱贷一样 钱财一定会滚滚而来的 那这句话我都分享给大家 如果说你想把握这个地方 来做一个投资 记得最好的投资 是投资在人的身上 投资到对的人 投资到专业的人 让专业的人来帮你赚钱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想把握的话 我们现在都还有这当中 一块发大财的专案 欢迎跟我们这当中 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跟着我们的脚步 一块来发大财 我们下礼拜见 本投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冷气外泄 前飞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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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改 打赏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我们下点赏支持 欢迎订阅